但是按的時候可能要想想哪些手指要黏在一起 這樣都是要不要的 想想哪些手指要黏在一起 是不是應不應該想呢 或者可不可以不想呢 譬如若葉瑟希我給你一個音 這個音你可不可以唱一個major 譬如有另一個音 這個音 唱一個major 純粹只是用la la la 是用你對大調的感覺 下來 都可以是嗎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唱的時候 不是每音和音之間間的距離不是同樣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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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会唱 不知是完全准 你给我唱那半的模特 但是你的音净是正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每1个音之间 不是经常的距离都是一样 不是经常都是两个半音 啦啦啦啦 第3-4个音之间 其实是1个半音而已 但第1-2个音就有2个半音 刚才在这里 或者在这里 Eb 到 F 中间是隔了 隔了 E natural F 到第二第三个音中间也是隔了黑件 但刚才我说第三四个音就是半音 没有隔到任何东西,它们是最窄的 黏着的,黑色黏着白色,白色黏着黑色 所以这是一个半音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唱的时候有没有去想 这个是不是半音呢? 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唱? 你可不可以这样唱? 可以,但你这样唱就会 反而是更容易不准 应该说一定会不准 如果你要一直去想 现在是全音,现在是半音 去到第三四个音,我要唱半音 我记得堂上讲过 岳里讲过第三四个半音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你是不是这样唱的呢? 你刚才是不是这样唱的? 不是啊 我所说的就是 你没有刻意去想音和音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 等于在小提琴上面 你没有去想 全音 所以我真的有打开 第二三个音是全音 是真的对 你都没有去这样去 我们不会这样去按的 正如你刚才不是这样去唱 所以当你告诉我 去想的时候 我就 我的疑问就是 为什么你唱的时候 不用去想? 为什么你觉得 你拉的时候需要去想 才拉得准呢? 而是否去想 就会拉得准呢? 还是想 会更加不准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想呢? 是一个整体的感觉 你听得多大调 那就可以不用想 人家给你什么音 你都可以唱到一个大调 和你 有没有absurde pitch 和你知不知道 那个音叫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 完全没有关系 为什么那些歌唱系的学生 他可以不停唱就唱到呢? 他不知道那个音是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拉低音的时候 不要被这些东西影响了 好像一到乐器 你就分外难 就分开要是这样 要有些东西计出来 不是的 反而你一去计 你一去计 你一去计 你只不如想去看 你就没有信心 你不是一个很直接的感觉 你都不信手指 那你就会 你一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把位还不重要呢? 不重要 他只是告诉你 你一手指在哪个位置开始 是不是? 哪条弦还不重要呢? 他只是告诉你 他那个音色是什么 或者你有些什么 就是那个音 可能用一手指会容易过 用四手指 所以我只用一手指这样开始 是这样的 但是不应该影响 让你对那个音大调的感觉 或者对小调的感觉 不应该变得难了 变得是另外一样的 他也就是这样的感觉 他也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些难题